我建创新中心今天正式开幕 中心将通过新技术和创新模式 打造一个可持续的医疗系统 记者李正宜报道 中心内设立的营运指挥中心 能让管理员实时得知空床数量 病人流量和等候病床时间 等600多种及时数据 只需三个人就能有效安排 陈独生医院的1600个床位 提高整体效率约两成 新系统预计明年起 在其他医院推出 卫生部长严金勇 今早为医疗保健创新中心 主持开幕时表示 九层楼高 占地25000平方米的新中心 将成为海内外伙伴 共同合作创新的地方 连通隔壁的国家传染病中心 一共耗资940万元打造 中心也将设立学术发展网 让医疗机构和研究员 通过这个全国知识管理平台 集资广益 共创新解决方案 医护人员也能到中心内的生活实验室 尝试将点子变成食品 这张多用图的附件椅 就是其中一个发明 它可充当临时床位 也能同时供三人使用 预计不久后 在病房内开始试用 收集病人的反馈 数据 用图 1 5 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